小狼牌骨汤 没记错是雷格西啊 这把的话神仙配置了 如果说这是雷格西的话 那么他的双牌队友是谁呢 大家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机械大副机械师大海哥 不是大副 油拆 这边实话是兜黄 蹲 这大哥溜的就已经很好了 你还要 看到了 反手一只狗吗 一只狗咬中 好 那这样的话有机会能进吗 飞轮CD还没有好 没机会 没机会 这边虽然说有狗 但是我有跳 一轮对抗 怎么说呢 我觉得涅西还能接受吧 反正闪现CD还没好嘛 打这几个求生者 看到这几个ID 我闪现60秒击倒 那都已经可以了吗 举双脚 双手一起鼓掌来庆祝了 飞轮 叶刀 好的 闪现还没有交 又是个地下室 突然之间感觉 不过这个阵容修机速度有点快啊 他们这边可能可以考虑卖一手吧 有一说一 这个地下室不是特别好来救 来镜头给到机械师 大海哥这边也开始蹲 蹲着卡死看情况 进去了有可能出不来的 这里涅西的话 你还真别说 如果找到这个机械师 特别是什么呢 最好就是刚过半的那一会儿 或者快要过半的那一会儿找到机械师 机械师就来 近来就也要过半的那个节奏点 他能够打出伤害 爆炸 这个局赢了 要不然这个局还真没那么好赢 为什么 这个阵容的修机速度太快了 这个阵容修机速度太快了 这里机械师 看一下啊 这里的话 娃娃过来 要修这边的机子吗 准备进去就一波 但是邮差的飞轮应该是没有好的 所以说这个点 一个坠机 针对刀 针对 等下一个坠机也行 等下一个坠机也行 压着 坠机也躲掉 那这一刀怎么说 这一刀要不等一等 再等个落地刀 落地刀这边可能就不出来了 两个人就不出来了 时间很宝贵 哎呀 这边 那那那这波有点亏啊 这波牵起来打气球刀 有底牌的有浩克之道 机械师也得倒在倒在里面 没有去打气球刀 而是直接挂飞以后再来追 但是我感觉聂西这一轮地下室的话 不转 不转 为什么不转呢 就是他保住了下限 但没有在这个地下室打出更高的上限了 花的时间有点久了 有点久了 外面这个阵容修机子太快了 最后台机子 这边的话调酒师去补古董商 这边手握满棍 机械师的娃娃还能贴门 该做的事情 球者这边都已经做好 那么一个满棍古董商带飞轮救下来不成问题啊 即便救不下来 机子也好了 机子也好了 所以我说聂西不转 他没有能够去打出更多的东西 但也可以了 也可以了 面对这几个神仙呢 说实话谁都 切了一手 底牌闪现交掉了 起跳 坠机 没打到东西 两个人拉开 机械师倒地 娃娃还在点门 娃娃还在点门 这里如果说要去管这个 这个古董商 门如果能点开 古董商倒地也好的 这里的话门开了 调酒师在蹲 怎么谁都在蹲呀 上来邮差蹲 机械师蹲 蹲完以后调酒师蹲 除了古董商这把没看到他蹲以外 都在蹲 调酒师这边摸 把古董商摸起来 机械师的话 这边没有挂飞的 他还有娃娃呢 你别说 这个局还有的打 主要这边还有半个人 还有个娃 这个娃给刀的压力有点 对吧 我古董商 你怎么办 我古董商 你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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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董商 搞得好像我这边机械师走不了一样 来 来 来 对不对 这里娃娃来了 娃娃来了 还有平局的可能性 还有平局的可能性 这边古董商先教自己 娃娃 一个坠机 好的 再追刀 好 哎呦 我挺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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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一个古董商想打架了 来了 一罐 躲掉 哇塞 四抓 这娃娃真稳得住啊 要我干到刚刚那个场面 因为刚才那种场面 加上穷者这个级别的一个配合 我甚至都在幻想 会不会出现三人三宝什么的 机械师的话没搞错 刚才 可能 万一有个飞轮 拜拜